你刚才问我 为什么会选择她 你愿意给我答案吗 因为她从未试图把我 变成一个平凡的女人 驾 驾 霍将军 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 抱歉 我有急事要进城 有事以后再说吧 等一下 难道你不想知道 荣旨怡情别恋的缘由吗 我记得十年前 我父皇带我去军营 我在那里 见到了一个九岁的小女孩 她跟着霍老将军 到处征战 像个男孩子一样 倔强勇敢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 康王殿下 这些年来 我一直注视着你 看你像个男人一样 征战沙场 看你一身盔甲 染遍了鲜血 看你一双束手 撑起半壁江山 我现在 我现在 已经不想这样关注着你了 你知道吗 我一直在等你 等有一天 你脱下盔甲 放弃战场 像天下所有软弱的女子一样 平凡地活着 到那个时候 我就希望 我是那个能给你幸福的男人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你心里只有荣旨 你能告诉我 这为什么吗 康王 你失态了 这些话我已经忍耐了很久了 你快告诉我 荣旨算得了什么 她是很聪明 她跟你有同袍之意 留下了身后的友谊 但是 她现在要取的是 马相的掌珠 你知道吗 她不要你了 拓白云 我让你住口 你生气了 你真的生气了 我刚刚跟你表白的时候 你还毫不动容 我一提到荣旨 你就生气了 你知道荣旨 为什么要取马血云吗 为了赢得马相的支持 想成功设政 可想而知 他当年为什么要深入军中 与你为友 他想得到的不是你 而是威名赫赫的 霍家军 你应该比我更了解 荣旨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要不然 你也不会赶回平城 只是为了要一个说法 她的内心冷漠如冰 眼里只有万里江山 你选择她 你会后悔的 你刚才问我 为什么会选择她 你愿意给我答案吗 因为她从未试图 把我变成一个平凡的女人 她只是跟我说 不论何时何地 只要我想上战场 她都会和我并肩作战 撑起这片江山 驾 是 开门 霍家军 你不能入城 沈玉 马上带我去见荣旨 我有句话要问她 将军要说的话 卑职很清楚 既然知道 还不让开 千军万马 我都不放在眼中 你以为自己 可以拦得住我吗 萤火之光 岂能与昊玥争回 但摄政王有令 要卑职代她说几句话 什么话 殿下说 无论她身在何处 都不会忘记 袍泽之情 相守之意 更不会忘记 对你的承诺 事到如今 她还记得 自己的承诺吗 当然 殿下之心 将军只要见了此物 自然就会明白 来人 拿上了 将军 这是殿下与你 并肩作战的时候 你穿的盔甲 是 没想到她至今还留着 可她 终究要娶别人了 殿下连旧物都那么珍惜 更何况是将军本人 对她而言 你不只是供患难的同胞 更是比肩而立的伴侣 所以 你更应该明白 现在的殿下 最需要的是什么 若将军见了此物 还要问那个答案 那她 她待如何 殿下说 她对你 我有失望而自 我行军打仗 从不在意战争的过程 只在意最后的结果 沈云 你去告诉龙芝 我会好好替她守着这片江山 但是 不管她娶多少女人 最后能与她比肩而立的 唯有我霍玄一人而已 想她 我意识 假访 大臣 ROSS 你能够 那我意识 我意识 殿下 霍将军千里迢迢赶回来 你为何不见他一面 以霍玄骄傲的个性 一定会闹得天翻地覆 你别忘了 前方将士没有得到宣诏 不得进入平城 在铸成大错之前 他必须赶回荆州 若是不然 被皇上和朝廷得知 我们之间的见面 就会变得别有用心 康王真是下了一步好期 殿下 卑智有句话想说 不知能否 对于霍将军 你是江山为重 竭力安抚 那对马氏也是为了设计吗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不认识 因为他从未试图把我变成 一个平凡的女神 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我想上战场 他都会和我并肩作战 撑起这片江山 不认识 不认识 谁 你知这下 你知不知道 让他多了 卡 你知不知道 这下 有数值得 叫你 还你知 不知 你知 你知 在乎 你明明知道海鸥文 嫌我不够心烦是吗 殿下向来沉稳 没想到三言两语就恼了 看来这个霍将军 在您的心里 着实不一般哪 闭上你的嘴 殿下 其实我今天是来告诉你 刘宋的使臣河山到了 刘宋使臣 自宋与卫一场大战之后 刘宋气势大减 一蹶不振 今天突然派来使臣 怕是别有目的 回宫 跟我回去看看 刘宋到底想干什么 驾